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古人常说举头三尺有神明 不管到什么时候都不要忘记 人在做天在看 我们的起心动念 一举一动 都有天地神明监察 《易经》中说 既善之家必有于庆 既不善之家必有于秧 既得行善之家 会积累深厚的福报 恩泽子孙后代 而积累恶行之家 必定会留下祸患 秧及子孙 行善是做好人 上天一定会眷顾 人生在世 做任何事情都要心存敬畏 不要以为身边没有人就做坏事 要时时刻刻 检讨自己的起心动念 所作所为 及时的止恶行善 太上感应篇有云 夫心起于善 善虽畏为 而己神已随之 祸心起于恶 恶虽畏为为 而凶神已随之 善有善报 恶有恶报 不是不报 只是时候未到 一 人活着别缺得 别作恶 蔡根坦有云 德者财之王 财者德之奴 德行是做人的根本 一个人不管天赋多高 能力多强 如果伪善缺德 就算再努力 也没有用 清代的金安清 是一个非常有才华的人 但是他品行低劣 心术不正 经常滥用职权 胡作非为 皇帝本想重用他 但是大臣们都劝谏 说他心术不正 后来皇帝 就将他贬到老家 派人严加看管 金安清为了得到官职 便营救了入狱的林泽徐 林泽徐为了报答这份恩情 就招金安清 做了幕僚 可是没过多久 就被林泽徐理送出境 曾国藩 也曾经评价过金安清 此等人如鬼神 静而远之可也 人品德行 才是一个人 行走天下的至宝 别为了金钱 泯灭了自己的良心 别为了利益 伤害了他人的真心 佛陀在世的时候 受很多人景仰膜拜 有一次走在街上 遇到了一个 很嫉妒他的婆罗门 这个人十分仇视佛陀 看到众生 都尊敬佛陀 便牺牲一计 想要伤害佛陀 他和众生一样 跟在佛陀身后 趁佛陀不注意 手里抓了一把沙子 向佛陀的眼睛扔去 有道是善有善报 恶有恶报 在他扔沙子的瞬间 突然刮来一阵风 沙子都吹到了他的眼睛里 他疼痛不已 倒在地上 来回挣扎 众生看到这一幕 都嘲笑他 在众人的指责声中 婆罗门跪下忏悔 人活着 千万不要做缺德之事 如果想玷污 或者是陷害善良的人 最终一定会伤害了自己 做人 缺什么比缺德 做人太精明 早晚会无路可走 为人太恶毒 注定会自断佛陀 二 人在座天在看 人不找你 天找你 俗话说 白天不做亏心事 夜里不怕鬼敲门 举头三尺有神明 如果暗地里做的坏事 瞒得过一时 瞒不过一事 迟早会被公之于众 人不惩罚你 天会惩罚你 清代的夜存人 是一个清廉的好官 为官三十余载 仍旧两 是有清风 当他离任时 下属坚持要送他 但是他在江边等了很久 还是没有等来 直到天黑 下属才成舟赶来 原来船上放着的 都是给他的临别赠礼 下属故意到了天黑才来 就是为了避开人们的目光 夜存人没有收这些礼物 并扶身一手 月白风清夜半时 扁州相送 故迟迟 赶君情重 还君赠 不为人知 为己知 其实夜存人并不是 怕别人知道 而是怕愧对自己的良心 礼吉大喜悦有云 君子必慎 其毒也 君子慎毒 在别人看不到的时候 也不要做 难昧良心的事情 人在做天在看 若想人不知 除非己莫为 现在有很多人 以为做坏事 没有人会发现 什么恶事都敢做 但是举头三尺有神明 你做的坏事 瞒得过自己 瞒不过天 瞒得过现在 瞒不过长久 公道自在人心 早晚会原形毕露 三世间有因果 福报自己修 佛门里有这样一句话 福报是自己修的 痛苦是自己找的 冥冥之中 一切自有定数 今日你种下善的种子 终有开花结果之时 踏日福报 必来到你的身上 广中善因 广及福报 自然可以收获到善果 越是作恶多端 击下恶因 只会让自己离福报 越来越远 世间没有无缘无故的 福与祸 一切背后都是因果报应 苏寻 苏氏 苏哲 是宋朝的三位文坛巨将 相传他们之所以取得如此大的成就 跟苏氏的曾祖母坟墓风水有关 苏氏的祖父 端正道人为人忠厚 乐善好施 经常帮助那些穷苦的百姓 积累了很大的福报 曾经有一位老者 接受过他的很多恩惠 老者对他说 你对我这么好 我无以为棒 我有两个学历 一个会致富 一个会尊贵 希望你选择一个 端正道人回答 我希望子孙读书 不愿他们有钱 于是老者便带他来到眉山 选择了一出墓学 端正道人将自己的母亲 埋葬在了那里 端正道人生了苏荀 苏荀又生了苏氏和苏哲 成就了宋朝的三位大才子 基德虽无人见 行善自有天知 富贵荣华不是争来的 是基德来的 因为苏氏的祖父种下善因 才会给子孙积累了厚重的福德 古人说 行善如春圆之草 不见其掌 但日有所增 行恶如魔刀之石 不见其消 但日有所损 行善基德 积攒的福气和福报 可以汇集子孙后代 善为至宝 一生用之不尽 心做良田 百事 耕之有余 举头三尺有神明 善恶到头 终有报 小人只能得势于一时 正人才能得势于一世 无论什么时候 请做个好人 修个善心 做人 以有心待他人者 他人必有心待之 以无心待他人者 他人必无心待之 世人如草戒者 人必视之如草戒 世人如至宝者 人必视之如至宝 人这一生 皆是因果 一切的一切 都是轮回之间 种瓜者得瓜 种斗者得斗 种吉利者得刺 种什么因 得什么果 天道有偿 天道者自然规律 地道不欺 地道者生活环境 人道不爽 人道者 人心向悖 为天欺地骗人者 必为天地人所不容 所谓报应来之 做人应不为初心 但行好事 莫问前程 君不见 作恶者岂能累事 行善者一生平安 你做任何事情 都有反应 也叫报应 也就是作用力 和反作用力 没有不受报应的 没有不受反作用力的 天道成父 因果不虚 人生在世 一定要行善积德 积善之家 必有余庆 因为人在做 天在看 相信好人有好报 好人一生都平安 苍天有眼 必会眷顾着你 做人一定要行善积德 相当重要 人生所欲的一切 都是人生必然经历的 所以要感恩一切所欲 顺境时 感恩天道赐福 逆境中 感恩困境的考验和魔力 感恩急患对机体功能的锻炼 别叹息 烦恼 埋怨遗憾 多行不一必自必 你把快乐建立在 损害别人的利益之上 用别人的痛苦 来换取你的短暂幸福 就如同饮针止渴 万事有因果 事事有轮回 善恶自作 羞怪他人 今生不求 大富大贵 只求问心无愧 一辈子做个好人 多行善事 必有好福气 一颗心 怀揣正直 经验分享就到这了 希望你能给小叔点个赞 或者留言给出你的建议 别忘了把小叔分享给你的朋友 让我们一起成为更好的自己 还没有订阅小叔的朋友 一定要记得订阅哦 我们下期不见不散